第一次来到这个中心的时候 我是带着很激动 而且很恐惧的心情的 因为同一次打开教科书 里面的内容全都是英文 但是经过一个月的 与外教的学习和交流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这个中心的教学方式是很严谨 而且很活跃的 在课堂中 老师会带我们去草地上上课 而且他们会让我们做很多的演讲 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和对分离导能力 还有演讲的能力 所以我的中心 已经帮助了我的学生 很大的提高 而且他们还使我的自主学生能力 有了很大的进步 多元化的社团 以及分布的课与生活 是国际部的一大特色 学生们可以在周二周三的下午最后一节课 自由选择参加课 和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 除了在各个高校常见的球球 有毛球 平方球等 正海中学国际部的学生 还可以体验到橄榄球 曲棍球 滑板等 多项流行的国外运动所 带来了别样美丽 同时国际部对课外活动的注重 也建议了不少学生 创业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团 四里花中学社 波兰摄影社 实际磨联就是其中的结束代表 一向以来 这被有非常良好的学申请条件 每年他们都会邀请很多 来自世界各大名下的招生官们 来这里与学生举行 互动交流 同时 或者学生的升学标准化考试 这里也提供类似于ATCP这样的 培训项目 当学生们都专入于申请文出的时候 这里的中国老师 会让你的文章 具有中国式的严密性逻辑 这里的外国升学指导 会使你文章富有创造性精神 这个世界是用梦想家 在这笔升学指导的帮助下 我们蜕变成了 实践梦想的实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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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